改的更好一些些的话 这地方怎么 理论上最好是可以把这个copy一下 也许你要改之前 也许你可以把它复制再贴回去 它也许会多一个版本 反正你改之前 最好是先把它储存一下 否则的话 你改完之后就回不去了 OK 那哪边可以在最佳话 我大概讲一下 其实有几个地方可以把它改 改一下 改哪里呢 第一个 把这个先拿掉 OK 第一个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负一 有没有 那如果说因为它 最后会多一个 比如说我们一直输入 输入的话呢 假如我把它执行弄一下 OK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还有一点就是 你输入完之后 enter 你游标还要再放回前面 因为好像你直接接着打 它有时候会出错 这个是没办法 它eucalypt可能小bug 不过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OK 然后enter 有没有要再放到前面来 那我们输入三个就好了 负一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这个负一呢 也会加到我们的串列里面去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希望说 把负一加进去的话 那怎么办 其实有个方法 一 你现在想一下 它append的 它负一就加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逻辑判断写在这里 那判断什么呢 如果 什么呢 这个ins go 不要在这边判断 你把它搬到这边判断 然后这边改成一 坏有一 一冒号 表示无穷回圈 那ins go之后呢 如果它怎么 应该是等于 如果等于 负一的话 OK 那不一定是负一啦 以后你如果要有一个 跳离的一个 都可以 不一定要负一 你可以其他的 比如说abcd也OK 只是说 我们这边规则是这样 那再来的话 再把它 如果等于一 应该是把它的 应该这边就把 break掉 OK 诶 有没有 我在这边加两行 那这边把它改成一 如果当它等于 负一的时候 那我就直接跳离了 所以break的话 它就不会执行这一个 有没有 意思说等于一的时候 它不会呢 少一个冒号 它等于负一的时候 它就直接跳离了 它不会再帮你加到 里面来 OK 所以这边 其实可以这样改 有没有 我大概想到的方法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它有更好的方法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再来的话 底下 就可以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减一了 因为呢 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把它加进去 所以呢 理论上也就不用在潜意了 所以这边底下也不用潜意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潜意 刚刚麻州同学会问说 这潜意其实是有点困扰 有没有 感觉好像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OK 那当然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可以输出之前 有没有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就不要底下 你就直接在这边加一个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这个scope就可以了 一般你还可以测试一下 比如说你把它加进去之后的话 你可以先 在执行底下程式之前 你可以先print这个scope 这个真的 然后看看有没有加进去 因为你要判断的话 负1 假设输入三个 负1 enter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scope里面的话呢 它没有负1了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吧 OK 后面的话呢 就会相对的比较简单 不用还要简易啦 多一个这个逻辑 感觉有点复杂 这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地方 可以让它变得更简单一些些 比如说刚刚 这种写法就是 用回圈去得加 其实还有另外一招 你可以怎么样 用它内建的 Python里面其实 也有加总的 那个函数哦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加总 某一个 total等于什么呢 你可以用个上 瓜糊 因为Python本身也提供上 那你就会怎么 把这个scope怎么样 直接放到里面 它会帮你加总 这样就OK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吧 不过 在Python里面没有average 所以它不能够平均 它没有average 不是e-sale里面 所有的函数都能够用 有些有 有些没有 可能要查一下 OK 所以这一点 OK 这样的话呢 就不用 就是做 又少写了 这个回圈 OK 然后再来 还有哪一些地方 可以再更精简 其他的话大概 最后如果要算最高分好了 比如说本班最高分 最高分 Printer 最高分的话呢 那假设我今天多一个最高分好了 比如这边加一个最高分 跟最低分 最高分 OK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加上去呢 串切 特别注意 其实那个 在Python里面也有支援 一个叫max 这个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e-sale蛮像的 刮鼓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scope 一样 把它放到后面来 最高分 这样 最高分的那一个 然后把它 后刮鼓一下 一样 反正就是要 要再转型 不过如果你这个地方 不转型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串切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怎么一直 把这个搬进去算 OK 好 那 另外一个方法 你不要用串切 你刚刚用豆点算 奇怪 它这个一直跑掉 再一个豆点 OK 那豆点的话 你就把 这个scope OK 这个一直 它会一直 最低分也是一样 它有支援mini 这个键盘有点怪怪 OK 好 干脆直接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地方有 有没有 这样子 直接拿这个好了 好 最高分点 就用mini 这个max OK 然后最低分的话 就是用mini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执行一下 所以这边一样 我们把它print 再转一下 这个地方输出 比如说89 84 OK 所以我输入三个就好了 好 那负一的话 它不会加进去 然后帮我总分平均 有三个 好 然后 这个里面的总分平均 算完 然后最高分 它帮我带过来 94 好 然后最低分 就是84 不过如果你这边 没有改成 这样的写法的话 把负一加进去 要变成最低分 是变负一了 OK 所以一定要把那个 改一下 才有办法 不然的话 你变成 你最低分变成 你要倒数第二个低 那么也更麻烦 OK 那这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有把它 稍微最佳化一下 就是请各位 稍微改一下 几个地方 一 就是把原来的 这一个逻辑判断 把它放到这边 不等于 把它改成等于 第二的话 就是把它用上 跟最高 就是max 跟mini 把它稍微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l 传递 啊 anyway 对 150 Stacy 你 competition